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他把第六章和第七章的顺序是对掉的 所以你在阅读的时候 其实应该是先读第七章 再读第六章的 那我们在refer到那些章节的时候 还是用你课本实际上的章节来进行讨论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据说是因为我们手上拿到的是给海外学生的版本 然后故意做了一些调换 让你没有办法卖到美国本土去 他做的调换其实就是把第六章跟第七章 整个内容直接对掉 他应该是只有把六字换成七 七字换成六而已 他内容是完全没有改的 所以你读内容的时候会觉得有很多奇怪的违和的地方 好 那总之呢 我们现在就是讲大家手上的那一本课本的七点一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要定义一些名词 那其实七点一是比较无聊的 他做的事情就是各种名词的定义 那这些东西呢 也许在以前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听过了 好 第一个定义的东西呢 叫做弄 弄是什么意思呢? 弄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vector v 的长度 就是他的弄 那在我们课文里面呢 我们用两个括号 用两个板子呢 把一个vector v 夸起来 代表他的弄 那如果没有跟你说明的话 两个板子加上一个vector 他等于这个vector里面每一个element的平方和 等于这个vector里面每一个element的平方和 那你可能有 那接下来 接下来有了弄以后呢 接下来要定义的就是长度 不是长度 弄定义的是长度 接下来要定义的是距离 那两个vector之间的距离是什么意思呢? 有一个vector u 有一个vector v 它们之间的距离是什么意思呢? 它们之间的距离就是把这两个vector进行相减 然后呢 计算它们的弄就结束了 好,那我们几下就举一个例子 假设你有一个vector v 那v的弄是什么呢? v的弄就是把 它的里面每一个element的平方和 再开根号 所以你就把1平方加2平方加3平方 再开根号 就变成根号14 那有另外一个vector u 它是2-30 那这个vector u 它跟vector v之间的距离有多少呢? 你就先把v跟u相减 变成-153 然后呢 再把相减的结果取它的none 就得到v跟u之间的距离 就是这么简单 这边讲的是none跟distance 那接下来呢 要讲另外一个东西呢 叫做osagno 那osagno这个字眼要怎么念呢? 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它是怎么发音的 所以我就找了一下youtube上教你发音的影片 我来看看它是怎么发音的 怎么发音的 诶? 没有声音吗? 没有声音 听到吗? 哦 杀梗喔 这样 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我又查另外一个 唸起来就像这样 它就唸起来就像是osagno 这样子 o杀梗 就是台湾国语这样 o杀梗 就是你杀了一个东西 这样子 o杀梗 呢? u又重新铷 这可能会让你联想到说,这不就是垂直吗? 没错,其实Ossagonal就是二维跟三维空间中的垂直,只是在高维空间中垂直这件事,因为在高维空间中你就很难想象什么叫做垂直,什么叫做角度,所以在高维空间中的垂直就叫做Ossagonal。 我知道说大家在博中高中的时候都有学到说在二维三维空间里面,两个向量垂直,那它们的垂直就等于零,那在高维空间中其实也是一样,在高维空间中两个向量,它们如果垂直就等于零,那我们说它们是Ossagonal。 那ZeroVector对任何的Vector都是Ossagonal,因为这很直觉嘛,因为ZeroVector乘上任何的Vector都等于零,所以ZeroVector对任何的Vector都是Ossagonal。 好,那助教已经来了,我们就请助教来讲一下作业事。 我秒多做一个童片,讲一下None的General的定义啦。 如果现在呢,我们把V加上这个隔板,然后再加下标P的话,In general而言,是什么意思呢? In general而言,就是把V里面的每一个element统统,其实你要先取绝对值,如果是平方的话,当然有没有取绝对值没差,所以在课本或刚才投影片上我们就把它省略。 但是In general而言,因为你的这个P有可能是个基数啊,如果它是基数的话,你就要取一下绝对值。 所以下标P的意思是说,你把每一个element,V里面的每一个elementVI,通通都取绝对值以后,乘上P倍,然后再通通加起来,再开P次方,或取它的P分之一次方。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V1是什么?V1下标E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把V里面的每一个elementV1到Vn都取绝对值,再把它加起来。 当然,如果你的V全部都是正数,那你其实就可以把取绝对值这件事情省略就是了。 好,但是如果是V里面可能有负数的话,可能有小于0的值的话,那你就要取绝对值。 好,那这个V下标2的意思就我们刚才讲过了,你把每一个数值都平方,然后再开根号。 好,下标3就取绝对值三方,再开三次,那下标4呢,就取四次方,然后再开四次。 好,大家早,我们来上课啊。 好,那上周讲了,讲到哪里了,上周讲到这个Ophogono是什么? 好,那什么是Ophogono呢? Ophogono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两个vector它做Dapuada这件事情以后等于0, 它就是Ophogono,那Ophogono呢,在二维或三维空间中呢,是垂直。 那在高维空间中的垂直呢,我们就叫Ophogono这样,Ophogono, 对,其实我们上次有听了它的发音啦,它应该念Ophogono这样。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些有关Dapuada的性质,那这个呢,我们就用流水帐的方式带过去。 好,那现在呢,有两个vectorU跟V,然后呢,你有一个矩阵A,你有一个scalarC。 那,U跟U自己的Dapuada会等于U的None的平方。 而这边的None呢,指的是二次的None,那我们上次呢,也讲过None的定义了。 好,所以U跟U自己的Dapuada会等于None的平方。 那这个呢,你直接展开就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个就不需要多做解释。 好,那这个式子呢,会把None跟Dapuada连结在一起。 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到None,你就可以把它变成Dapuada,看到Dapuada,你就可以把它变成是None。 好,那,U跟U自己的Dapuada等于0,if and only if U等于0。 好,所以,如果你有发现某一个VectorU,它自己跟自己的Dapuada等于0,那代表说呢,这个VectorU呢,它自己一定是ZeroVector。 如果U是ZeroVector,ZeroVector跟自己跟自己的Dapuada,那一定是0。 好,那U跟V的Dapuada等于V跟U的Dapuada。 那U呢,跟V加W的Dapuada等于U跟V的Dapuada,加上U跟W的Dapuada。 那,V加上W跟U的Dapuada等于V跟U的Dapuada,加上W跟U的Dapuada。 然后呢,这个,把U乘上C倍,再跟V做Dapuada。 等于呢,U跟V做Dapuada乘上C倍,等于呢,U跟C乘上V这个Vector,做Dapuada。 好,那,假设你把一个VectorU呢,把它乘上一个ScalarC,把它变成V倍,然后呢,去计算它的None。 那,这件事情呢,等于,你把U的None乘上C的绝对值,等于你把U的None乘上C的绝对值。 好,然后呢,今天呢,如果你把某一个VectorU乘上A呢,做一个Transform,得到一个新的Vector。 A乘上U呢,是一个新的Vector。 而把这个Vector呢,跟V呢,做Dapuada以后,会变成什么东西呢? 呃,今天呢,呃,两个Vector的Dapuada,你可以写成把前面那个Vector做Transform,再对后面那个Vector相乘。 哦,所以,A乘上U跟V做Dapuada,等于A乘上U的Transform,乘上V。 然后,我们知道说,呃,两个Matrix相乘取Transform,你可以把Transform乘进去,然后交换顺序。 你可以把,你可以把Transform乘进去,然后交换顺序。 A乘上U的Transform,可以写成这个U的Transform乘上A的Transform,再乘上V。 好,那U的Transform乘上夸号里面A的Transform乘上V这个东西呢,你可以再把它转回Dapuada的样子。 哦,所以,你可以把U的Transform乘上夸号里面A的Transform,V这个东西,转回Dapuada样子,也就是U跟A的Transform,V的Dapuada。 那就是这样子,这个都很直觉,就不需要证明。 好,那这边呢,就是举一个例子,那你可以用我们刚才所学到的,呃,种种的Dapuada的呃,特性, 把上面这个式子写成下面这个样子 把2u加3v的n2写成4倍的u的n2 加上12倍的u跟v的大夸达 加上9倍的v的n2 那这个东西怎么进行拆解呢 我写黑板可能比较快一点 好 这边是2u加3v的n1的平方 那以后你看到n1的平方就可以把它塞成大夸达 所以2u加3v的n1的平方就是2u加3v 跟2u加3v的这两个vector的大夸达 然后大夸达是可以展开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变成2u跟这个2u加3v的大夸达 加上3v还有2u加3v的大夸达 然后你可以再把它成开 把2u跟2u成在一起变成2u跟2u的大夸达 加上2u跟3v的大夸达 再加上3v跟2u的大夸达 加上3v跟3v的大夸达 然后你再把大夸达 弄回去 大夸达可以再变为弄 对不对 大夸达可以再变为弄 所以2u跟2u的大夸达 是什么呢 就是2u的弄的平方 然后3v跟3v的大夸达是什么呢 就是3v的弄的平方 然后剩下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剩下这个东西呢 就是这个东西呢 就是12倍的v跟u的大夸达 那其实呢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这个东西你如果想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再变成说 这个2u的弄的平方 就是这个4倍的u的弄的平方 这个东西呢就是9倍的v的弄的平方 那就是这样 好 那接下来呢 要讲一个定理啦 这个叫做Cafelgorian Fiorum 有听过这个定理的同学举手一下 没有听过这个定理的同学举手一下 手放下 其实你是听过的 你只不知道他的英文而已 这个是必事定理啊 这是他国小就学过的东西 这个就是必事定理 你只不知道他的英文是什么而已 你可能问说 为什么这个翻成必事定理是吗 这音听讲好像不太像是 这个就是毕达哥拉斯的意思 但是好像音又发起来不太像 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是用别的语啊 这个好像应该是念 Pephagorean吧 但是也许在别的语言念起来 比达哥拉斯 也许英文念起来不像就是了 所以这个就是你国小国中学过的东西啊 就是如果U跟V他们是 Othogonal的话 那U跟V的0平方等于U的0平方加V的0平方 如果把它换成你以前小时候学过的东西的话 就是如果U跟V是垂直的 那两边之和的长度会等于另外两边的和 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 今天呢 你有一个 你有一个U 然后你有一个V 然后假设呢 他们是Othogonal的 如果是在二维平面上 你就可以说它是垂直的 但在高维平面上 你就很难想象那个是什么 不过Othogonal就是这个垂直的概念 然后呢 你有一个Vector U跟V 你有一个Vector U跟V U加上V 好 那这个None是什么呢 None就是它的这个这个这个长度 None就是它的长度 所以我们知道两边长一个直角三角形 两边长度的平方和会等于第三边的长度的平方 那这个东西怎么怎么证明呢 那这个就是就很简单了 这个U加V的None的平方 按照我们刚才在前一页投影片教过你的这种展开的方式 你可以把U加V的None的平方 就转成U的None的平方 加上两倍的U跟V的大发达 再加上V的None的平方 那转换的方式就跟我们在黑板上写的一样 你就把它展开就好 所以U加V的None的平方展开以后呢 你就得到U的None的平方加V的None的平方 加上两倍的U跟V的这个大发达 那因为U跟V是Orthogonal的 所以他们的大发达呢 是0 那所以呢 这个U加V的None的平方 因为这项等于0 这样等于就把它拿掉 所以等于U的None的平方加V的None的平方 就这样子 所以这个证明呢 是还颇单纯的 那这边有另外一个定理是说 如果一个平行四边形 它的两个对角线是Orthogonal的话 那这一个平行四边形呢 它一定是一个菱形 它一定是一个菱形 什么意思呢 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菱形的意思啊 所谓的菱形的意思就是 它的两个边的长度是一样的 这边也许我们画个图牌说明比较容易 就是你有一个向量 它叫做V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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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样的 U跟V的长度是一样 如果今天 你的两个对角线 它是orthogonal的 它是垂直的话 那U跟V的长度是一样 那这怎么正呢 首先你就要把这两个对角线 它的式子写出来 把这两个对角线的式子写出来 那这两个对角线的式子 长什么样子呢 事实上这一边 这一个对角线 它就是U加V 它就是U加V 那这一个对角线 它其实就是U-V 它其实就是U-V 然后今天呢 我们说U加V跟U-V 它是orthogonal的 U加V跟U-V它是orthogonal 也就是U加V Dot U-V 等于0 然后你把U加V Dot U-V 展开以后 你会发现它等于 U的n 平方 减V的n 平方 因为 V dot U 跟U dot V 可以消掉 所以你剩下U的n 平方减V的n 平方 那这些要等于0 代表说U的n 等于V的n U的长度 等于V的长度 好 就这样子 好那再来呢 就是 大家都学过的这个三角不等式 三角不等式 我们知道说 这个两边的三角形的两边的长度之和 一定大于等于第三边 那这个呢 就是三角不等式 也就是说呢 这个 U的长度 加V的长度 一定会大于等于呢 U加V的长度 好那这个怎么证呢 这个就是这样 就是 U加 你就 你就证一下说 U加V的n 的平方 先把它展开 先把这个 左边的部分 这个U加V的n 的平方把它展开 它是U的n 的平方 加上两倍的U dot V 加上V的n 的平方 好那这一项啊 因为 U跟V的 大发达 一定会 小于等于 U跟V的大发达 加绝对值 因为大发达 有正有负 然后如果你加绝对值以后呢 你就会得到 它的upper bound 所以 U加V的大发达 取绝对值 会大于等于 U dot V 所以 你得到了这一个式子 好那接下来呢 就是用这个 柯西不等式啊 用柯西不等式啊 用柯西不等式啊 你就知道说 U dot V的绝对值呢 小于等于 这个 U的none dot V的 呃 U的 这个 这个应该 这个 这个呢 这个应该 不能说是大发达 这个就是相乘 就是相乘 因为今天呢 这个U是一个scalar Vc是一个scalar 好所以这个 这个U跟 V的大发达的绝对值呢 小于等于 U的scalar 乘上 V的scalar 小于等于 U的scalar 乘上V的scalar 然后 然后下面这一项呢 这个U的none的平方 加上两倍的 U的长度 乘上V的长度 加上V的none的平方 可以再把它变成 U的none 加上V的none去平方 然后呢 你知道说 U加V的none的平方 小于等于 U的none加V的none取平方 所以 U加V的none 就小于等于 U的none加V的none 就这样 那这边唯一 唯一有需要 思考一下的就是 那能不能证一下 这个科西不等式呢 能不能证一下 科西不等式呢 那我们其实可以来 试着证明一下 科西不等式 你有问题吗 好 大家有问题要问吗 好 那我们其实可以 试着证明一下 试着证明一下 科西不等式啊 找个板差 这个是科西 这个是三层科西 各等式嘛 对不对 也没错吧 对 好 那呃 当然有一个很直觉的想法啦 但是不太像是证明 呃 你可以这么说 你可以说 呃 我们现在呢 把U跟V都先做 我们往来这一点 我们往来这一点的意思就是 把它变成长度是V的vector 怎么把它变成长度是V的vector呢 如果你把这个U呢 把它除掉它的node 你把U呢 除掉它的长度 它就变成一个长度是V的vector 对不对 这个大家应该没有问题吧 你如果对这个有问题 就自己带着 把它闪开 你就知道了 好 然后呢 我们把V呢 也对它的 这边写V 把V呢 也对它的长度呢 也除掉它的长度 也除掉它的长度 它也变成一个 长度是一个V的vector 那如果我们今天把两个长度是E的vector 做Dubada 它的值呢 一定会小于等于E到-E间 一定会小于等于E到-E间 这件事情是非常的直觉的 而且假设 你有两个vector 一个是U的Normalize以后结果 另外一个呢 是V呢 Normalize以后的结果 那它们做Dubada 一定会介于正部E间 它们Dubada最大的可能呢 就是这两个vector呢 它们叠在一起的时候 是E 它们是反向的时候 它是-E 这个是直觉的想法 这个是直觉的想法 那假设这件事情成立 那就没有问题了 因为假设这件事情成立 那你就可以说 U.V取绝对值除上U的长度乘以V的长度 就把这个东西做一下整理 那一定小于等于E 那其实就证明了 可惜不等次 就已经证明了 这一种部分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证的其实是 这件事情为什么是成立的呢 这件事情为什么是成立的呢 当然如果你用 你可以用直觉想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现在假设你只能够 让我们刚才上课有讲过的 Dubada的信息的话 你怎么证这件事呢 你怎么证这件事呢 那我们现在呢 假设U呢 为了等一下写起来 然后方便这一项呢 我们就叫它W 这一项呢 我们就叫它Z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现在 假设W跟Z呢 我们把它做相加 把它做相加 然后呢 接下来把它 把它相加以后呢 再取它的none的平方 把它相加以后 得到一个新的vector 再取这个新的vector的none的平方 它不管这个新的vector长什么样子 我们知道说none的平方一定是大于等于零的 一定是大于等于零的 接下来的你可以把这一项展开 而这一项展开以后呢 它变成W的none的平方 加上两倍的W跟D的大跨档 然后呢 二写的比较加个点好了 然后呢 加上D的none的平方 然后我们知道说 这一项其实等于一 这一项其实等于一 然后它们大于等于零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告诉我们说 我们可以把一挪到右边去 一挪到右边去 一挪到右边去 所以我们这边学到什么呢 我们学到说 W跟D的大跨档 会大于等于负一 会大于等于负一 我们现在呢 学到了这一件事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只要把正号改成负号 正号改成负号 正号呢 改成负号 那你就可以又学到 W呢 跟D的大跨档 它是小于等于一的 就结束了这样 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 你就知道这件事情 知道这件事情 你就有了克西 你就有了克西不准事 然后你就可以正两边的长度和 两边之和的长度 小于等于两边的长度和 优优独播出品 любой情况 对 感谢观看